一针见血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统一内战的尚未终结 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这个话题 最近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耶 在法国外交与联合国协会中法建交6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 就中法关系如何在未来60年行稳致远 做了非常吸引人的演讲 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台湾问题部分 一共有694个字 还不到卢大使全部发言内容的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一部分内容极其精彩 引发全球媒体的高度观众 卢大使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外交官员 敢说敢当有作为 他也不是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向访华势力猛烈开炮 波罗迪海三国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与立陶宛 曾经跟在美国屁股后面 与台独分子紧密勾连 对中国是极尽攻击污蔑之人士 2023年4月份 罗沙尔也大使在法国国家电视台 接受采访的时候 公开质疑这三个弹丸小国的 国家地位的合法性 有理有据将他们打得是暴跳一雷 强烈要求卢大使收回言论并且道歉 但是被相关国际法 进行一番认真的学习研究之后 这几个美国的根皮虫都烟其息骨了 因为站在法里这一边是罗大使 而不是他们 这一次罗大使针对台湾问题 在国际公开场合 鲜明的表达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说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话 大快人心 他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他要唠独立 就是对主权国家的领土的割裂 是违反国际法的 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内战没有结束 目前在台湾的政权 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 把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来 有人说罗沙野大使的发言 是从法理上说明了大陆收回台湾的依据 还有人说这是大陆要对台独动手的信号 当然了罗大使也再次收获到了 战狼外交官的称号 我倒觉得这个称号没什么不好的 罗大使将台独政权定义为叛乱政权 不仅是打到了台独分子的七寸上 也是打到了某些假统一真台独 或者是某些想从台湾回归中捞起好处的 某些人的命门之上 有一位平时信誓旦旦的支持统一的台湾名嘴 竟然说你罗沙野一个注入法大使 你讲什么台湾问题吧 你既不是外交部又不是国台办 你有什么资格说台湾现政权是叛乱政权呢 你这是不务正业 这位台湾名嘴公众面前如此破防 被网友们说成是无能狂漏 真是恰如其分 我们注意到台岛上面 某些资深政治势力最近的表现令人往外 6月21号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首先跳出来是谁呢 首先跳出来反对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这些人 说大陆从来不具有对台湾的司法管辖权力 这些人的反应比台独分子还激烈 还要快速 这一次楼沙野大使说台海现状是中国的内战 还没有结束 台湾的现政权是一个叛乱政权 这又让蔡大名嘴暴跳如雷 台湾的国民党这个百年烂党 他真是外斗比谁都菜 内斗比谁都狠 楼沙野大使在国际公开场合 宣讲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政策 这既是他的权力 更是他的职责 在这种场合的发言 楼大使的稿子是经过决策部门审核过来的 当然代表着中国政府官方的立场 而且他发言的内容 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同 那这么说 是不是让台湾的某些人死了一些小心思呢 一直以来台湾的某些党派 动不动就提出 要大陆与之对等谈判 真是自不量力啊 你把大陆人民祸害得不浅 把大陆政权丢了 在台湾岛上呢 又被台湾人民抛弃了 把台湾政权又弄丢了 哪来的资本 要以大陆搞对等的谈判呢 哪还有脸面 要在将来的台湾政坛 甚至是在国家领导层面上 要有一席之地呢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 是合同的台湾呢 将是一国两制 而武统的台湾一定是一国一制 解放军打下的国土 允许你插别的旗子吗 合同既然指望不大 岛上的人 不管是搞台独的 还是以别的面目出现的 不管你是民独还是暗独 是不是要面对现实 美国日本到底靠不靠得住 台湾这个孤岛能否支撑得下去 今天的乌克兰 是不是值得你参考警戒呢 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 再来决定自己的言行吧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